成都昭爵寺方丈 清定长老 拜第三世多杰枪佛为师 由于高僧们关照到南摩第三世多杰枪佛是法界始祖 报身佛 多杰枪佛真身将士 佛教界的法王 长老 大和尚 圣僧们就纷纷抓住这个真正百千万劫难得的殊胜姻缘 跪拜在枪佛座下为徒 果章老和尚一百零七岁 生死自由原籍 十一天后 有不法之人用真刺法师血管 当下鲜血流出 表法肉身菩萨之地境 法师在成都新华西路枪佛谈成 当众亲口说 枪佛早年就在跑马山为他灌顶传法了 那个时候 枪佛才三岁半 尤为可惜的是 有很多藏汉两地的法王 大活佛 大法师们拜枪佛为师 枪佛为他们说法的原始实况计时的录像带 加上枪佛说法开示的法音带 总共十五箱都被公安全部拿走了 他们还拿走了枪佛心血创作的书画近八百张 好在法缘不绝 有两位高僧收藏了一点 他们拜枪佛为师 接受灌顶的录像 尽管这些二十多年前的录像 已经无法与现在的高清图像相比 但毕竟是真实记录了年轻的枪佛与高僧们的历史 这些录像没有做任何修改加工 只是为了大家看的时候方便 加上了字幕而已 世界最大高僧 清定法师 为佛教秘中格鲁巴法王 皇教领袖 其法律 道德 威赠全球 今年六月 清定上人于抚摩法会上大显神通 自身变为毕章王菩萨 此照片 即是清定法师画现 清定法师 也拜云高大师为师 ELC boss & 又汉阳 efforts 操作稳最大的 录像 ana学院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您和他 你从现在去就是我的弟子了 依然我的弟子就要依照我的行事去做 就要你过过的好种状态的方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侧面坐的是随同清病法师来的成都二医院的阳文 后面扶清病法师的是羌佛的大使者 我将我的头发传给清病法师 希望今后一定征受宗教人才在一起在一起 最高考证了 清定和尚的弟子 严法师 叩拜拿摩第三十多级枪佛 羌佛为严法师摸顶佛为严法师摸顶加持 严法师现在已经是成都昭爵寺方丈 清病和尚的弟子昭爵寺监院明念师 叩拜拿摩第三十多级枪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清定大和尚当天是从昭爵寺来到成都市清华西路19号的坛场 拜拿摩第三十多级枪佛为师的 当时在现场拍摄这段视频的朱世勇先生 还特别回忆写下了这一段经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